因為那個解碼器它也不斷在更新 一段時間呢 你就必須要再重新去把它update 也就是如果你沒有update的話 它一段時間呢 又不ok了 所以你必須要 那我把那個最新的版本也把它裝 放在這邊 你再把它下載安裝 裝完之後呢 怎麼樣剪輯啊 其實非常簡單 這邊有剪刀 剪刀打開之後的話 那我希望做幾個練習啦 就是你把那個 也許你覺得不錯的 比如像這個什麼 別把鑽石當玻璃這個影片下載下來 拖拉進去 拖拉進去之後的話 其實它的動作非常簡單 就是 會先播放嗎 然後你這個時候呢 先移到你覺得 它講得不錯的某一段 設一個頭 一個頭 開頭 移到後面 給它一個尾 頭尾這樣就一段了 那 那這個是 找的位置 這個可能是比較 比較是大範圍的 那如果說你要小範圍的話 除了說你可以藉由 這個 刮鬍 有沒有 你還可以 透過這個地方去調整 它細部的時間 這個是幾分 幾秒 千分之 就是毫秒 OK 那你可以調得非常的細 那你剪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這邊的剪刀 它會問你說 你要把這個 這個檔案的放哪裡 那你可以把它改一下名稱 也許你這邊的話 把它這個叫 別把鑽石當玻璃 後面加個01好了 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剪下來的第1段 好第1段 OK 那 最大是2分鐘 OK 好 剪出去 那因為 這個沒有註冊啦 所以它最多好像只有2分鐘 那如果你有註冊的話 它可以超過2分鐘 不過2分鐘也夠了 我們這練習大概2分鐘以內應該沒問題 好 第2段的話呢 我們再來是找 找一下 開頭結束 像這一段好了 剪下去 那這個是第2段 所以你再把它改成 別把 玻璃 把鑽石當玻璃珠 02 第2段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把它剪大概 3段吧 你的練習大概剪個3段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再來剪後面 反正就找一個位置 然後它開始講了 大概這個範圍 這個是第3個 大概剪個3段吧 OK 03 這個是我們要的 3段影片 好 那我同學會說 老師那這個 如果你要註冊的話 他會要求你這個跟這個嗎 因為這個跟這個 上傳YouTube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先做 第一件事 拖拉過來 解碼器記得重新安裝 裝比較新的版本 如果你不能播放 當然如果你可以播放 你就不用重裝了 那 剪輯 自己找 三個範圍吧 大概三個範圍左右 接下來呢 連到 Google 切到YouTube 接下來如何上傳 各位有沒有看到 左上角這邊有個上傳 好 按下它之後的話 再來就很簡單的 選取要上傳的檔案 那因為我是放在桌面上 那所以你把它點擊 它會問你的檔案在哪裡 桌面上面 三段影片 剛好123嘛 所以你就怎樣 選123 不過我的習慣 是用拖拉的 所以我習慣這樣 選這三個 拖拉過來 放開 他也上去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把那個影片呢 三個影片呢 通通傳上去了 不過我建議 你傳上去的時候 這邊預設的 預設的權限 是公開的 不過這個影片不是你的 所以 盡得把它改成私人的好了 改成非公開好了 你把它改非公開 不然你到時候交錯也有看不到 如果你改成私人的話 到時候 我沒辦法看到你的東西 所以你把這個地方改成非公開 那等到他全部傳完之後 這個時候記得 要按一下什麼 全部完成 全部完成 好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的三段影片呢 就會在YouTube上面看到了 OK 所以請 請 請試試看 先把那個 YouTube 就是用那個 快速剪輯工具 剪個三段影片 大概三段左右 然後呢 再到Google 連結你的YouTube 把影片 透過上傳 把影片傳上去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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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